3月初蔡英文和賴清德同框出席 雲林劍交船典禮 也是首次有總統副總統 共同出席國建國造交船儀式 頗有傳承議會 我們今天的典禮 也代表著國建國造的腳步 持續的向前邁進 傳出就在同一天兩人會後 緊接著秘密視察 首艘原型艦海昆號 聽取機密簡報 當時前建國造 咒疾人黃曙光和台船代表提出 7艘後事件規劃可以3加2加2 或2加3加2等方式來分批建造 520即將糾結 總統蔡英文就由賴清德決定 賴清德當場明確指示 要做就一次做完 被外界認為是拍板量產政策 可能也代表目前海昆號的安全性 即陣力沒問題 國家是大家的 先姑且不論說接下來的立法院 狀況是如何 但是安全是沒有藍綠 安全沒有政黨 安全是大家自己守護自己拚的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在這個部分 能夠按照進度來進行 讓我們的潛艦能夠持續的亮 綠英立委樂觀齊成 而且台船生產線最多可同時建造三艘 雙咒於只見一艘原型艦的奏架 預估成本還可以降低兩成 不過如果賴清德520咒之後 只是國防部編列後事件預算 接下來進到立法院 就怕又有朝野攻防 現在執政黨的態度就是應該是盡快的 我們希望塔鐵做完 那這也代表捍衛國安跟國防的決心 經費跟預算其實要編列到位 這部分我們很希望在野黨 可以跟執政黨一樣 有一致的堅定的決心 那是誰黨的決心 我不方便說代身誰黨 我希望沒有人黨預算 過去潛艦國造有沒有涉及弊案 這個部分都還沒有水落石出 我們只接受乾淨清廉 有效率的潛艦國造 對中華民國有益 我們就會支持 不過目前台海情勢升溫 如果漸奏時間紮快 周見成軍時間也能跟上 對防衛台海更有力 我們的副總統賴清德 就是未來的準總統 520馬上就要就任了 所以民佑 因為現在其實當然 大家關注到的是台海情勢 是真的有在升溫 所以未來的總統 在這個國建國造上面 接下來怎麼做也非常重要 聽說賴清德在跟 在聽取這個機密簡報之後 他有說這個潛艦國造的事啊 除了海坤號第一艘已經完成之外 接下來後續 其實我們預計還要做七艘 他說這七艘不用什麼分批做 要做就一次做完 支持後續七艘國造潛艦 不必再分批建造了 所以當然外界就解讀說 這是為量產的政策來拍板定案 一次做完跟分批做 這個差別在哪裡 到底哪一個對台灣比較好 我想大家搞清楚 不是說一次七艘一起做 他是說這個預算下去 就是七艘你要連續把它做完 因為你不要 你不可能說 我這裡又要省一次預算 就要省一次預算 因為我們海坤號 大家知道一艘大概兩百億 海坤號 這個明佑跟我們調出一些資料 海坤號總經費 聽說是比兩百億更多 四百九十三點六億 那軍方內部的估算 如果後續 因為已經做一次過了 因為技術過 所以如果接上來第二艘成本 應該是前面的八成 大概是兩百多億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說 後續如果經費一次到位 我們就連續做 那當然現在立法院 包括這個黃國昌委員 就出來講話了 他說這麼重大的決策 不能那麼草率 委員你知道五號五月的時候 海坤要準備下水了 是 下海了嘛 所以我不知道 他對於這個政策是了不了解 還只是為了咆哮 第二個 黃紅衛又出來講話 黃紅衛說 這個預算 國家財政可不可以 那個主計助長出來說 這個錢其實沒有很多 所以要跟各位講 你看他們都很急急引引出來阻擋 為什麼要阻擋海坤號 因為各位要知道 這八艘潛艦如果在台灣的周遭海域 尤其是台灣海峽 對中國來說 是可以有效 我們可以有效的阻擋中國的進攻的 這個是不管是國外的學者 或者是國內的軍事專家 都有相同的解讀 可是你就會發現 包括我們南投埔里的馬文軍委員 為什麼一直在查這個案子 為什麼一直說這些 這些所謂的技術 你看我剛才說兩百億嘛 前面你看研發 然後這些技術 然後床屋的這個密合度等等 還有這個潛水的能力等等 我們都需要花非常多的資源 才可以要到這些技術 可是這些技術是不是機密 是機密嘛 所以你看總統跟副總統進去聽 你還不能開放說 媒體大批去聽 那這些機密聽完之後 他才拍板說 那我們就是把它做下去 因為這對台灣國家安全來說 我們沒有辦法說 這棵這個飛機 我們先來升海昆第二號好了 我們先去兩百億先去通過 第二飛機再來三號 如果再這樣升下去的時候 他每一次的建造 都會遇到非常多的阻擋 那就拆著拆著要做到當時 而且人事成本物料成本 相對於來說時間拉越長 絕對會增加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 雖然還沒有上任總統 但是他願意這樣做 作為一個宣示 我覺得非常好 所以我要呼籲黃國昌 你真的如果是站在台灣的立場 你不應該說還在交接旗 怎麼蔡英文在做決定 你現在賴清德就率先宣布 本來他就是副總統 你不要忘記 他是副總統 他對於國政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所以他願意一次生燒 陸續生產七燒 當然台船現在效能 他認為說我們跟日韓差不多 因為你要看我們這段時間 技術已經收集的差不多了 如果馬文軍不要再搞破壞的話 說不一定成本會更低 你就是因為你去洩漏這些 讓韓國這些技術人員遭受到牢獄之災 你都不用負責任 到現在還可以做遭遇 就有人說 所以 真正來看 台灣需要潛艦 這從以前到現在都一直告訴我們 既然我們有辦法自主 對於台海安全 對於整個南海局勢 甚至對於亞太的安全 都有非常大的保障跟效能 是 我覺得花這個錢 告訴各位 絕對值得 賴清德有心要做 現在大家煩惱的是 在亞棟會這樣黑白棟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關心 四季線上熱門引力隨選隨看